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d 現在時間已經7點47分 所以大家終於要來錄製最後一部 那從長榮錄到東哥遊艇 總共就是12檔 那記得後面的幾檔 全部都IG問的啦 那我要講的是 長榮跟陽明今天就下去了 那如果因為我不知道 這個觀眾是多久之前 就有在看我復盤 那時候其實就已經有說 這個位置就 我會看壓力看的比較重啦 那當然 這邊呢是壓力 你能空 那你也能就是多方的直 那如果說你只做空的人 你只做多的人 當然就 在這個位置糾結的時候呢 就不應該做進場 而是等待他回調吧 那回調應該是回調到這個位置吧 95 應該是會有比較明顯實質的撐盤 那95要不要再做進場 那我覺得就一樣嘛 就如果你認為這個位置有機會 那你就去賭賭看 賭他這個10% 那你的盈虧比就整體就抓好一點 抓好一點 那你這邊的進場的位置呢 已經贏過在這邊 無腦買進的人還要好很多了 還要好很多 就是一些市場的消息啊 然後或者是說 什麼均線啊 你看這個如果切成五日均線 哇 五日均線都還守住 對他今天疊破就疊出去 所以說 有時候啦 就 我自己是 本身很少很少很少在看均線 主要是看 季線而已 其他 基本是不太看 季線基本是不太看 那大概是看成雅這樣 好那我們看一下寶城 寶城如果切成日線的話 可以看到大概28塊的地方是突破 那我們看一下周線 周線的位置這邊就一個很明確的 這邊 我畫在線底下就是壓力嘛 大家自己去畫看看就知道 畫在線底下是壓力 那畫在線上面的就是支撐 然後這邊是去年五月的時候傳線 所以 基本上你還是要稍微懂一下 這個世界哪一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會比較好就畫 好不然的話我可能看到這個地方 看到這幾根穿線 又覺得說 這個位置應該就不是支撐壓力吧 因為這邊穿下去又穿上來對不對 但是 我們是有經歷過去年 所以說 會知道說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 把它當作不用看的 兩根 不用看的兩根 那後面呢 就是去 這個位置 大致上 這樣子 那可以發現 在4月18這周突破了 但是各一周下去 然後呢 6月6號也是來碰 大概30塊的位置 然後下去 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去大致殺 如果說你真的要 做金場的話 就是說 30塊 是一個很重要的壓力 然後呢 31塊就是一個 有可能突破 之後 第一個遇到的壓力 所以 基本上你要看的是這樣子 我們講第一次啦 我們第一次突破 比較有望的呢 當然你可以突破30 就會去回撤做金場 那你也可以真正突破 前面這個 假突破的位置 再去做金場 所以 周星級別大概就直接講這樣 那日星級別其實我覺得基本上 不太需要看 然後講一下加登 加登其實就會很明確齁 呃 大概250的位置就是一個壓力啦 就是這邊壓 這邊支撐 這邊支撐 這邊壓 這邊壓 然後目前就是壓 所以說 呃 不太需要去做一些講解吧 對 這個行情其實 都沒什麼變啊 沒什麼變 那目前呢 如果說 你有去 思考 這一段跟這一段 你想不想做 當然你可以去 把蛋放在這個地方 這個支撐放在這個地方 當然 主要我們還是得去計算一下 他如果真的碰到了 大概上面這個位置 大概究竟是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 抓3% 抓3% 欸我剛剛說250 對 這樣怎麼講260 250 對 250應該才是一個比較主要的壓力啦 我拉下來 那邊都是突破過去的 這樣子 大概 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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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一個 我覺得應該還是比較主要 250到260 這邊應該都是 一塊壓力 一塊壓力 所以 真正要 這邊可以做蛋的位置應該 這裡這樣做的話 我就不建議了 因為趴數太少 所以我會略過 等待這個回調到這裡吧 我之前這邊有浮盤過 他是上來 側 紅上飛嘛 對 所以說回調到210吧 210 然後看一下上尾投控 我這檔我全賣光了 因為 跌不太下去 所以 就後賣光光了 那我之前是做空 我空到這個位置 空到這個位置 那之前跌下來就是 這根是裴若曦那天 就有 賣掉了大概一半吧 然後後來 也不在今天賣的 才上週賣的 他其實就是跌不太下去 那之前其實有說 102啦 不過102到底要不要 做進場 我覺得 盈輝比不是太漂亮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 如果再有興趣一點 應該等待會 回調到這個85 對阿 就這樣看 不要管他說 他到底什麼什麼 做風力發電到底多厲害 阿什麼什麼 中興電就會走 阿為什麼他不會走 不要用去有這種奇怪的思想 我知道討論區或許會有 對或許會有 那我自己是本身 但是根本沒在看的東西 我是相信自己的一些判斷 對 所以說 呃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你要 做進場 就是兩個點 剛剛說八十幾 然後再來就是突破 突破1 110 然後呢 再一併突破限量趨勢線 應該比較有機會 很遠喔 或許在這邊盤整 又盤個一個月 然後等這個限量趨勢線 往下壓 比較好突破 看一下 劍大 今天好像昨天在直播 有大概提一下 然後那時候說 我會去守住三十五塊吧 然後用三十五塊下去抓 對 所以 基本上今天的想法還是沒變 會抓三%停存 那 拉上去呢 還是抓到三十八點 三十九 三十八點八這邊 所以就是三十五到這邊 就簡單看 然後劍橋呢 就一樣 匪夷所思呢 就是說 到底要看哪個位子 到底要看哪個位子 那我至今還沒得到一個結論 得到結論再告訴大家 我自己也看不太懂 自己看不太懂 所以我們先切成原來的看 原來看呢 比較有一個清楚明白的壓力 就是主要這一根 這根爆炸彈這一根 所以 目前你要說他要轉一個非常多頭 應該快到來了 應該快到來了 就是 我們的上升趨勢線 在這一條 然後我們的 大致上之前抓的支撐線 大概說在三十一塊 那究竟會不會被這個上升趨勢線往上抬呢 就期待看看吧 如果說你有做經常的 那當然我自己 覺得看不懂的我都會說我看不懂 那我還是盡可能的幫大家分析 因為 我也相信啊 並不是百分之然 每個人都要用我的方式去看 不過 大量的 這一個壓力 肯定要看啊 三十五 你這邊做經常呢 這邊一個小型的壓力 大概壓在這個 三十三 然後你從這三十一往上拉 其實這邊到這邊 比較好到達的壓力 其實 並沒有一個 很好的零虧比 這邊沒有一個很好 大概7%而已 並沒有很好 那前景很看好嗎 我是不確定的 我是不確定 那也有做基本面的人在底下嗆我 然後說這檔怎樣怎樣 我說 那時候我看一個上升形態嘛 那我也不確定 我也可以舉很多 這個基本面很好 然後跌爛的個股給他 但是 每個人相信的方法都不一樣 然後我們這邊就講技術面 所以說你來看 你就單純用技術面去看 你不要 有太多的情緒啊 我覺得不要太多情緒去看會更好 對 因為每個人方法本來不一樣 然後 有可能 大部分人來看我影片 只是為了得到心中的一個 一個 也不是解答 我心中找到有方向 假設我做多台積電 然後我看衰台積電 然後就說 你跟這個國安基金做對 肯定沒好下場 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 你肯定有下單啦 不然你不會有這麼編輯的言論 然後你下的單的方向 跟我講的方向不一樣 反正就是這樣子 這邊就是前來前去的地方 好我們看一下 系統電 系統電也是 我看壓 結果一直不斷往上漲 然後那時候大致上 我把那條線再補回去 37塊那個位置 之前說37塊這邊會有壓力 因為這邊一個缺口 跳光的缺口跳下來 所以說 也是 如果說你問我說 你覺得我看錯嗎 你因為我自己看錯嗎 我覺得我也沒有看錯啦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看的壓力 還是存在這個地方 那 你就像你問我台辦金箱電 我還是會跟你做解釋 但是 說實在來因為我看不太懂 所以我就直接不下單 我不會下單 那 這一檔呢 我也歸類在我看不懂 因為他其實就是線呢 穿來穿去穿來穿去 然後疊也沒有 然後長也很奇怪 那目前是 有看到這邊啦 這一根 跟這一根 大概落到40塊 或者是有突破過去 那 這邊可以突破過去回 回測坐進場嗎 我覺得我不會啦 第一啦 線段趨勢線 而且是比較高點下來的 一個 蠻正確的線段趨勢線 加上呢 沒有量 你要怎麼跟前面的比 你現在坐進場 你要怎麼跟這邊的人比 對不對 你要怎麼跟這邊的這個 抽碼去相比 我覺得就 蠻難的 蠻難去做分析 不管你多看好他 你就照自己意思就好 對 因為我也不確定 那我畫的上升曲線 我就 自己就覺得 我畫的是正確的 所以 這個地方 那時候疊下來 在這根分析的時候 我一直都覺得 在這地方可能會 這樣子 可能回測 變成守住 或是回測 直接往下疊 對 所以 我還是覺得 應該就我看不懂 對 好 看一下星星吧 星星這檔我自己 手上目前只有 那今天 星星藍電都 表現得不錯 那其實簡單來講 為什麼會 想要坐進場 其實就很簡單啦 就是到達了前低點 然後呢 那時候其實在 他跌到這裡 這裡的時候呢 大概 大家可以觀察到 7月29跟8月1號 那時候 南電基本上就已經跌到底部 然後那時候就有 稍微去觀察一下 就是說 如果說 星星跌到底部 並且守住 那南電應該會一起往上漲 那確實其實在 在8月5號 這一天就開始是他起漲的日期 我記得這天是禮拜五 再來是8月8號上禮拜 這是上上禮拜五的一天 那目前來到一個相對應的壓力 這邊其實就是 應該要做出場 應該要做出場 那南電今天也穿過了 他的這個壓力啦 那當然南電的 給出的一些消息好像是 比較好一點 所以基本上 他可能展示 確實比較多投資人 會比較去 如果說 星星跟南電選 寶寶真的比較偏向選 當然也不一定 因為其實他好像 在他爆出這個 疊下來這根之前 大部分都是選星星 那其實基本上 嗯 你說突破後 回撤可不可以做進場 我覺得 最主要最主要還是 看自己 還是看 因為之前其實 好像有一點被機械壓 那剛好 今天長 那為什麼剛好也到達 機械沒有過去 有時候是值得生思的 有時候值得生 這個為什麼 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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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為什麼剛好到這邊 然後也是 相對的壓力 那會不會明天就往下去跌 我說真的我不確定了 我自己手上也有 所以你不用炮轟我 那我的抽馬 就是 很簡單就是 買前提點 就是算是 有點賭啦 賭他的前提點不破 然後行情會反轉 就這樣子 但是這個賭呢 我們是有去經過計算 就這樣 我們是有去經過計算 然後才玩21點 我不是說 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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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到自己爆掉 對 我們是經過什麼趴數去計算 我們經過這個盈虧比去計算 如果說他真的跌破了38 那我們就走嘛 我們就走嘛 阿薩里的走 那目前其實回調到這邊是 相對應的壓力 那他如果說可以突破季線 因為有時候真的不是每一檔 什麼五字軍 十字軍 越境軍什麼的都去看 因為有些人的方法是 五字軍跌破了他往 十字軍去看 去防守 十字軍跌破了他往 越先越防守 越先跌破他往 激先越防守 激先跌破他往 激先越防守 雖然說 離得有點遠 激先跟年輕應該離得遠 所以 有些人可能就真的會這樣子 所以 我自己建議這個地方可能真的有機會再回調 也就回調一波 那究竟到這邊還沒有機會再反彈 這個 沒辦法跟你打爆票 還有金鴻 金鴻呢 我們拉遠看 如果從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 加這個 然後是順應的一個下降趨勢線 所以 目前呢 離下降趨勢線還有一段路可以走 代表說 他還有 空間可以長 如果他要被拉的話 他是有空間可以長 那 目前呢 我的看法是 如果說他可以在某一天的收盤越過去 那 你可以在收盤的位置 如果說離下降趨勢線 不要太遠 我覺得在 3-5%以內 3-5% 大概3%啦 最好就是不要太多 3-5%以內 那你可以在尾盤的時候去做進場 那如果說怎麼一次拉個 什麼7%至10% 跟 前一天卡在這邊 然後後一天直接拉10%拉上去 那我覺得就不要了 那為什麼會說3-5% 就大概計算一下 可能這邊剛好是 比如說130 然後抓 136 137 這邊可能還合理的範圍 那他如果說有在 回來這邊 這個區域線的位置 然後再做加碼 就是說這邊是會用二次加碼的方式 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就是 直接等在這邊 那我自己目前看 他如果說真的有意願要突破 這一條很短期 非常短的 因為目前有可能走一個三條熟練 目前有可能走一個三條熟練 所以 你要等下突破回撤做進場 OK 突破收盤做進場 回撤再加碼 應該說攤品 不是加碼 是攤品 可以搞清楚 攤品你這邊 錯誤買的價格 那拉上來 這邊就除掉 我覺得下山趨勢線的位置 我們可以給他一個準準 所以 你要自己稍微計算一下 之後 這邊到這邊的盈虧比 現在目前看起來還有 大致上還有18-19% 看起來真的還算不錯 所以 基本上 這邊底部 如果說真的有機會 他沒有上去 而是下來 你跟參山趨勢線 的這個之間 白色的線跟這個黃色的線之間 可以試試看 那當然他有可能上來這邊 他就上不去了 就下去了 這也是有可能 這也是有可能 就是兩段行情嘛 要嘛突破 然後要嘛 疊下來 然後到達這個 只能轉這邊到這邊 其實這邊到這邊 好像爬出也不錯 對啊 從這邊開始算好 110%開始算好 大概有17% 真的還不錯 看一下利青吧 利青呢 這檔就是 做什麼的 這個 汽車 那他突破了嘛 然後之後 今天又往上漲了5% 那一樣 我整體我還是會看回調到 之前抓了34.5-35 這個位子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今天 他卡在這邊是為什麼 是不是遇到一些壓力位 我們大致上看一下 這個位子 這個位子 因為他剛好是碰到 接近40元整數大關卡 所以說 是蠻有機會會進行一波回調 蠻合理的啦 所以40塊 確實是 有一些支撐壓力的互換 40塊 而且是 有上 上是指這樣子 上 然後下是指這樣子 下嘛 這邊有一根 所以說 他是有上跟下 兩個 夾住的中間 夾住的 叫什麼線 漢堡線 沒有人家講 支撐壓力線 所以 今天早上 這個40元確實有壓 應該還蠻正的 那我會看回調 雖然說我剛剛嘴巴講說 40有壓 蠻正的 但不會去空 因為是一個位子數 位子數 所以說會等待回調到這邊 再考慮 再考慮上去 銀貴瓶應該不錯 就懶得拉了 然後他巨大 巨大這檔的壓力呢 我認為是在280 跟這根的高點左右 275左右 我自己畫的感受是這樣 主要就是我們一樣 把一些 很簡單 然後很明瞭的一些 支撐壓力呼喚的問題 都框起來 給大家看 這個位子 然後 就前高點 前高點是 4月11號的高點 275 那目前呢 其實也長到相對應的 算是壓力 然後 這裡是能夠花一條下降趨勢線 不過 說真的啊 這邊這個下降趨勢線呢 我會看啊 我會看 但是 會覺得說感覺不是那麼 有真的有壓制度的效用 我覺得感覺沒有到那麼大 因為 他如果說是這邊一根 然後往下疊 然後再往上一根 這樣子的兩根 之間離的比較遠一點 我覺得比較好 去做真正的說 喔 他應該是一個下降趨勢線的壓力 那 反正啊 目前這個區塊也都不能做進場 而且 他真的上去的時候 搞不好下降趨勢線就能壓下去 那 等待突破吧 我覺得突破280 再考慮吧 280到270 以他這個價格 不過才2%的這個範圍 滿小的 現在應該是最後一檔 東哥遊艇 這一檔呢 我們切成長期的趨勢給大家看 他就是走一個上升趨勢 那如果說你這邊這一段不要看的話 從這邊開始看 基本上走一個上升趨勢 然後 不斷的往上走 那他是突破了這邊的高點 這邊這一個 那時候我抓 6月13號的這邊的高點 那這邊突破了 211左右 所以說他有在向下回測 像今天就回 回調到215.5 你到這邊都能夠去試試看 那這波看 可能會看到哪裡 我覺得你可以先抓這裡 再抓這裡 如果說你怕 或是說你手上持有的籌碼 是蠻多的 那我建議可以這樣看 你到這邊先賣 也沒有什麼影響 沒什麼損失 然後到這邊 再賣 20% 15% 如果說你價格基本上都落在這個地方 那當然如果說你底部買的話 那當然更好 當然更好 當然更好 那差不多 反正 整體呢 還是維持在周線裡面的多頭 那當然我會不會 如果說真的跌破這個位置 我可能就真的看向 這個 上升趨勢線的位置就好 其他地方可能就直接不用看 好那我們這個12檔 就大概講解到這裡 那就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